我覺得這個蔡總統 已經有問題了 因為煙加酒是食道癌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們當然還有很多因素 例如說勞累孤獨 或是喜歡吃太熱的東西 或是喜歡吃醃製品 都會造成食道癌 食道癌是今天 我們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有很多醫生也都出來說 要怎麼樣來嚴防食道癌 不要忘了 煙加酒 是食道癌的最大的一個 一個來源之一 抽菸怎麼會對身體好 抽菸當然對身體不好 而且抽菸會影響國民健康 它最主要的是 我們為什麼會把菸稅一直調高 主要的就是因為 我們的健保局的負擔會要越重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這個原理 所以當時在調菸價的時候 其實這個反彈的力道不會很大 因為台灣的民眾理性的人更多 大家都知道你越抽菸 你罹患各種疾病的機率越高 所以你在健保支出裡面就越大 等於是一堆國民 在幫這些吸菸的飲君子 那麼再負擔更多的健保費用 所以菸要把稅調高 稅調高的時候 其實當時大家都主張 這個稅要專用 也就是用了健康權 也就是用了健康稅 它應該要用來對我們的身體 或是對環境的一個維護 更好的一個環境 這個本來就沒有問題了 怎麼會蔡英文 在淹水這個部分裡面來動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 執政失誤的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剛剛這個惠文有講到了一個 有關於15個新科的縣市首長 就是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是執政黨來講 就是對民進黨來說的話 如果這15個縣市首長 國民黨籍的 他們都全力在拚經濟 而把經濟拚好的話 其實是有利於民進黨的執政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只要經濟好 大家心情好的時候 那通常不會很想要換首長 也就是說你這個總統 假設我們的假設 明年大家的經濟都起來了 大家的經濟都起來了以後 其實大家心情會愉悅很多 有利於聚系執政 這個時候我們一般的選民 不見得會說 我要換另外一個人來做看看 他很有可能就是說 那就聚系做下去 反正現在的15個縣市首長 也能夠把經濟拚起來 我的推斷是這樣子 大家要說這樣 如果韓國瑜在高雄 把經濟拚起來 蔡總統比較容易連任 這個邏輯我就聽不懂了 韓國瑜把經濟拚起來 盧希偉把經濟拚起來 比較不會政黨輪替 沒有 我覺得比較不會 因為當大家的經濟都起來了以後 韓國瑜應該擺爛才對 不會 韓國瑜不會擺爛 因為韓國瑜要連任 所以如果經濟一起來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一般的民眾心情會好 心情會好會想維持 政治的穩定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合理的一個推斷 中央交給民進黨 地方交給國民黨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 如果明年 大家的經濟如果震得起來 我覺得不見得是 不利於民進黨的執政 這是我的推斷 當然是見仁見智 所以無理民進黨政府 要盡量協助這些 來贏的地方首長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如果要讓自己連任的話 他一定要想方設法協助 這個地方政府把經濟拚起來 因為我們其實很明顯的看到 陸委會的態度已經在調整 而且陸委會的態度調整的速度 你看看陳明通的態度 也就是說這次的雙城論壇都通了 而且我們也看到了 他們大陸客如果陸陸續續來了 我覺得在觀光這個部分 我們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以往我們的大陸客 將近一年一千萬人 將近一千萬人 這一千萬人 我們把它承移來台灣五天 就等於是你台灣多增加 五千萬人在台灣居住 交通 吃飯 所以你的農產品 漁產品 還有你各方面的旅館 交通 休閒 你有多五千萬人在消費 你多五千萬人消費的話 你的觀光 而且他們來的時間不見得 都會死在週末跟寒暑假 它相當有可能是在週一跟週四之間 都補滿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整個經濟 因為你多五千萬人來消費 這個跟你自己想辦法 讓國內的旅遊不一樣 所以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陸委會的態度 已經很明顯的在調整 而且他調整的速度很快 如果說這些15個縣市首長 他們把大陸客都吸引進來 我覺得整個經濟在起來的時候 台灣的民眾的心情會好 這樣的情形 是不是真的不利於民進黨的執政 其實我是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我認為 他們認為這是有可能是 符合民進黨的聚系執政 不然陸委會為什麼要調整這麼快 OK 我來回應 因為陸委會的陳明瞳講都是空的 他講的都是空的 所以我就不回應 這個陸委會的部分 賴教授的邏輯錯誤在哪裡 就很簡單 如果韓國瑜他們拚經濟成功 民眾會問一句話 不然你以前民進黨在做什麼 你當局以前在做什麼 韓國把它做起來 你以前做什麼 因為韓國瑜他拚經濟的前提 是九二共識 今天趙春山教授在聯合報有寫 他如果這個模式能夠成功 民進黨的神話會變成笑話 你以前在做什麼 韓國瑜沒起來之前你就不改 你就不開放嗎 你的前提是民進黨之前有神話 民進黨在南部以前就是神話 現在韓國瑜他去打破他 所以我的邏輯一直都沒有變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成功的 那就證明民進黨的失敗 我是民進黨 我怎麼可能讓你成功 我來旁邊幫你讓你成功 證明說我是錯的 證明我平靜機沒辦法 我是覺得有點怪 平價煙的研發成功 就代表健康捐的政策是失敗的 是嗎 說實話 大概全世界的國家領袖 特別是總統 總理這些 像這樣子要去推銷一個平價煙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選舉 這樣的人大概只有蔡英文一個 這些禁煙的團體 董事基金會 要把蔡英文列入黑名單 因為這個是在鼓勵抽煙 你平價煙就是表示 一般收入比較低的人 他也可以大量的去消耗這些煙 你知道在台灣有兩個趨勢 是一些反煙人士 覺得很傷腦筋的 一個抽煙的年齡下跌 下降 有時候看到一些國中生 在馬路上就掉一根根在走路 這是很嚇人的 第二個 婦女抽煙的人數 其實是真假的 很多女孩子她跟著是抽煙 什麼原因 大概社會學家有不一樣的解釋 但是就是說在台灣來講 抽煙的人口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抽煙的壞處 剛剛賴教授講了 其實像肺腺癌 肺癌這些 腹肌器官這些很多的疾病 當然都跟煙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全世界的國家 沒有一個總統 會為了讓自己的黨勝選 為自己去勝選 希望去生產平價煙 讓吸煙的人口更多 讓吸煙的量更大 這是非常不道德的 非常不道德 而且非常愚蠢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 蔡總統到現在為止 還搞不清楚他是怎麼失敗了 偶爾失敗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絕對跟煙的關係 是非常低 非常低的關係 會有人說因為 現在的煙價上漲了 所以我不投民進黨一票 我們看那麼多的網路 看了那麼多的 接觸那麼多民眾 從來沒有人提這一點 所以講說經濟搞得非常糟 所以我才說是不是嘉義市的 抽煙人口特別多 因為你如果發生在嘉義這樣子的話 其他的地方 也一定會有這樣的情形 否則那不是把漁民他們這個嘉義人 把他們打下去了 就是說好像嘉義人 辛勤苦悶就喜歡抽煙嗎 不會 嘉義市的抽煙比例沒有特別高 對 這個是毫無道理 沒有科學的依據 完全沒有科學的依據 信之守之到哪裡去 就講什麼樣的話 我如果這個是非常糟糕 不過可以講一件事就是說 剛才他們我的左右兩邊 怕我有點猛烈 我講一下這樣講 那個辯論都會很正常 其實像韓國 我對他還是有很多的 期望跟樂觀的原因 高雄市觀光顯然是可以做得起來 第一個 國內會有很多的人 會對高雄有一種新奇 有點好奇 或許還加上一些好感 所以他們會到高雄去消費 你知道最近說旅館都很難盯 第二個 陸客 當然會以高雄為最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城市 所以未來高雄的觀光 一定可以做得起來 做起來以後要怎麼算這筆帳 我覺得不會有人感謝民進黨 不會有人感謝蔡英文 講得太好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這些觀光客 尤其是陸客到高雄來 當然是因為 現在韓國會當市長 如果是民進黨你居心執政 然後對大陸採取不友善的態度 當然不會 韓國會最後辯論的階段 為什麼要講出一國兩制 當然我覺得他講 九二公事 為什麼講九二公事 當然他講一中各標 這對內來講 對國民來講 我們是支持的是一中各標 因為我們絕對不允許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消失的 但是他為什麼講九二公事 某一點來講這是通關密語 這就是說讓你大陸放心 我們會把九二公事 沉浸讓兩岸關係非常穩定 我們 你們我韓國瑜我支持九二公事 所以這個 當然一下子就有這麼多的團 紛紛說要到高雄來訪問 要從大陸來 所以他這個觀光他做得起來 如果觀光他做起來 你說這個功勞要交給蔡英文 或是算到民進黨頭上 會比較很難 因為這個不需要 你蔡英文政府同意的 你可能可以去杯葛 干擾 讓他們去 但我覺得他很難 他不敢 因為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正好給國民黨有更好理由 給韓國有更好理由 狠狠的來修理你 來痛罵你 所以你說現在的百姓 因為台灣的媒體的發展 的那樣的徹底 所以任何的謊言 沒有辦法撐很久 最終還是勝利 事實很快就會被呈現出來 所以高雄經濟變好 很多人就會來開始告訴你 為什麼變好 變好項目在那裡 旅館 遊覽車 餐廳 對不對 夜市 這些跟觀光有關 這個也就是韓國瑜在競選的 他的主軸 就要把觀光給搞起來 或要出去 人要進得來 進來是什麼 進來就是觀光客 所以他已經站在這個立場上 站住了 觀光果然做起來的話 你說別人說這是我的功勞 民進黨說這是我的功勞 不太可能 所以要看製造業這些 我就不敢講 製造業顯然是要花 比較多的苦心 你才能夠真的招商招進來 然後開始立竿建議 去生產 僱用很多人 然後生產很多東西出來 這個會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觀光這個行業 是可以馬上立竿建議 包括南軍執政 像花蓮 像嘉一市 像台東 這些我覺得 陸客他們也會做選擇的 所以真正觀光 真正會占到便宜 人民會感謝的 最終還是 那個支持兩岸關係要穩定的 南軍執政的現實 至少